浓郁的黑糖裹着珍珠 再倒满鲜奶 还没结束 倒入黑糖冰沙和绵密奶泡 最上层淋上甜滋滋馅料 五种层次一次满足 台中一中商圈光是一中间 具有十几家手摇饮料店 至少六家卖黑糖珍珠鲜奶 有网友说可以改名叫做黑糖鲜奶节 知名排队珍奶也在这里 强调黑糖献草 年节期间甚至造成一千七百人抢购 排队起码一个小时 另外三年前 从台南搬来台中的锅姐茶房 也掀起一股热潮 最大特色是专利粉源 创下满一杯醉酒要等上五个小时的记录 百年历史的冰店第三代传人 首创全台唯一可以客制化的 黑糖鲜奶 每一杯制作时间三到五分钟 坚持现点现做 得让顾客等上一小时 就是一定他特的来说 马上再三分钟再先炒一次 这样子从里面炒再炒过来 因为放酒排队的话 真的这个味道又不一样了 黑糖鲜奶掀起风潮 冰店也凑一脚 抢搭商机 却也担心独特创意被票欠 毕竟台中一中商圈 租金家人士成本 一个月要十多万 难得做出创意 可不能大意 三立新闻张长志 林婷一台中报